抖音轻松活泼影音方式 信全球年轻人各在全美刮起旋风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是不断扬言要禁止抖音 而微软立刻跳出来表示有意收购 不过川普的打压却没有就此打住 他下令9月15号前 抖音母公司此节跳动 必须和微软达成完全退出美国经营权的转手交易 并从中给美国财政部一大笔金钱 才允许让抖音继续存在于美国 抖音在美国续存于否最终交易价 都必须送进美国财政部充当国库 尽管如此微软依旧有意买下抖音 有专家分析微软积极想打进年轻人市场 在美国拥有上亿年轻人用户的抖音 就是最佳收购目标 不仅如此现在又传出抖音国际总部将坐落英国伦敦 当美国政府正在打压中国科技的同时 欧洲三大经济体因法德并没有禁止抖音 英国首相办公室一名发言人表示 总部设在哪里都是字节跳动的上业决定 长生并未和川普讨论 英国保守派议员认为 未来抖音如果想将总部设在伦敦 必须针对安全性发布相关报告 现在川普政府磨刀祸祸 想要封杀抖音 究竟抖音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国际间也掀起一股角力战 东西黄西陈明天报道